下午兩點多 總算等到了一般區間車 進入台鐵海線殺戮車站 一般人很難想像 列車單軌行駛必須等多久 因為海線車站比較少 如果還要特別去台中 再坐車就很麻煩 單軌的話 現在就比較不方便 因為本身我們海線這邊 火車的車子都比較少 外地來求學的學生 或者在地居民都透露 期待海線翻次變多 速度變快 來看看台中環線鐵路 南側改造大慶島烏日高架化 成功到追分軌道雙軌化 原本計畫追分到大甲的 軌道雙軌高架化 讓台鐵增搬不是問題 不過山首線 讓准市長喊出暫緩 難道台中海線的交通 會繼續矮緣一劫嗎 台中的鐵道有山海線之分 在海線的大站殺戮 它的自強號一天就有八到十班 不過在山縣的大站豐原 它的自強號至少就有三十個班次 兩者相差至少有四倍之多 每一次站都要會車 造成你在停車的時候 會浪費時間 也會造成你上班遲到 如果市長來做一次的話 他就能夠知道 海線民眾的心聲 地方明代建議准市長到沙路 實際搭一次 就能對海線的單軌很有感 來看看號稱 擁有五十萬人口的台中大海線 其實有八個行政區 其中第一和第二選區就南瓜大甲 大安外埔以及沙路清水無期 這裡至少有三十六萬人 總選舉人數二十八點六萬 盧秀燕在這裡拿下十萬八千多票 准市長夾帶高明義 但此時此刻又如何看待明義呢 我們已經等四十年了啦 不是等很久而已 我們的期待就是要雙軌高架化 海線鐵道的單軌現狀 從一九二二年維持到現在 用來改善鐵道體質的計劃暫緩 海線居民要等到何時才能盼到改變 只能繼續等下去 3.15張俊央 張俊棟 台中報導